这是我的姓名H1602线锯机 我常用它来进行曲线和镂空切割 我先总体讲一下如何使用它 要更换锯条 先移开抬嵌板 再悬松尾端的仗颈把手 按压锯条上施甲 往外退出锯条 锯条的端头上有一根专门用来扣住支架的箱子 锯条上下的固定方式是一样的 从上至下分别为每英寸15 18和24尺的锯条 锯齿越密就能锯越硬的材料 接着我们装一根据常规木料的每英寸15尺的锯条 先勾住下支架的扣乳槽 再装入上端部件 悬紧锯条仗紧马首 有锯锯条也能侧装 安装方法不变 只是位置改变了 无锯锯条的两侧则没有锯子 它是借助一对锯条加紧器来实现安装的 插入加紧器端部的孔中 拧紧顶紧螺丝 加紧器放入机器上支架被捕的装配槽内 去调另一头装入另一个加紧器并拧紧 加紧器挂入下支架前端的舌头上 另一头扣入上支架的前端 这就是锯条三种形态的安装方式 线锯机的台面能翻转0-45度 到位后锁定角度 用直角尺观察一下台面与锯条的垂直度并校正 最后锁紧台面 距木头前把压角降下贴住弓箭 这里有一个吹嘴 通过软管连接气囊 随着锯条架上下运动的时候进行骨气吹成 压角和弓箭应该是接触的 并保持一定的下压力 照明灯随开机同步开启 本机器说明出建议切割25毫米以下的弓箭 实际它的切割能力要比这大很多 我放一点木屑来观察气管吹成的表现 显然锯露应该始终不会被遮挡 再来看看30毫米后黑胡桃木的表现 切割没有什么障碍 我们来看一下线距机是如何被驱动的 在电机输出端的外端有一个偏心轮 我把外罩打开让驱动结构看得更清楚 在旋转时电机与支架连杆的连接点在圆性外 这就是锯条架上下移动的方式 调到最大速 我们的手机振动功能就是靠偏心轮转动时来实现的 因此为了克服偏心轮在高速旋转时所产生的震动 我建议还是在机器底部放一层橡胶剪震垫 并和桌面固定 这能够大大的减少震动 机器的电机是直流电机 我们打开控制面板 这个黑色部件就是保险丝 如果烧断后可进行更换 接下来我来实际演示一遍各类切割的过程 薄木板的切割是本台机器最容易做到的事 在电机外边有一个装软轴的连接口 通过大轮带小轮的方式让软轴的转锁升高 拧入软轴的连接口 随机器附送了一盒软轴配件 用圆销插入软轴的对应锁定孔 放入一个打磨头锁紧 效果不错 接着我们来切割一个30毫米厚的字 槽软轿软reck 一个送体的木子 接下来用50毫米厚的樱桃木来挑战一下机器的切割能力 一个50毫米厚的镂空五角形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用线举机做一个立体镂空的装饰吊锤 先镂空切割一侧 再镂空切割另一侧 再把外围的木料去掉 这些去掉了的外围木头再拼回来 还原成一个长方形 再通过另一次的图案进行外围轮廓的切割 一个带有装饰性的吊锤就做好了 这是一块10毫米厚的6061铝板 换24层的锯条 6061铝要比纯铝硬很多 切割时需要有耐心 不可操之过激 事实证明 这台功率120瓦的16寸线举机的能力范围并不狭窄 在耐心操作的前提下 它能获得更好的切割表现